《再見青春》這首歌當時我聽到的時候 我自己其實特別有感覺 是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有要向青春所再見的時候 而我們的青春不管是什麼樣子的一個過程也好 其實它都代表了一個當時的自己 所以這首歌當時我看到的時候 還有聽到汪峰大哥的這個歌聲的時候 我覺得這首歌非常的深 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我自己的青春 然後有一天要跟他說再見的時刻 每個歌詞寫的那每一句話 其實都好像讓我回到曾經的那個自己 有堅持的自己 然後有做傻事的自己 有懵懵懂懂的那個年紀 所以這首歌我希望跟大家分享是在這裡 就是我們都要有成長的時候 那青春它是我們的一部分 為何在那邊 可思的 分別 凍結 分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